Hello 大家好 最近又爆出来了iPhone 17系列 它整个信号的问题 就是它延迟非常的大 又来活了 怎么这样呢 Apple 整个心情真的是非常的被痛 怎么能出现这种问题 我之前一动鼓吹的iPhone 17 Pro系列 问题非常的严重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问题确实是有的 我们进入 我们的电话 我们拨打这个星3001-1345 拨打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现在整个信号 它整个状态是怎么样的 这里面 ISRP 它是整个信号的强度 ISRQ 它是信号的质量 这里面我们要看的是这个 SINR 它有两个 一个是0一个是1 分别代表这台手机 它的两根天线 这个值啊 它是负的 而且数值非常的小 都干到负48了 基本上这个状态的话就表明它的 干扰程度非常的强 这个手机基本上就可以扔了 你就用不了了 但是 在我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啊 这种速度特别低的情况真的是没有 而且我反而感觉在电梯里面打电话 更加的顺畅了 但是我们 进入这里面看的话 它整个数值是非常的低的 17 Pro 正在拍的 它数值也是负的 然后iPhone 17 它的数值也是负的 负23 负20 但是 iPhone Air 我们同样拨打出去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SNR 它是正的 而去年的iPhone 16 Pro系列 两根天线 新枣笔 都是正数 都是正常的范围 iPhone 16 Pro Max iPhone 16 大看 它的SNR 都是正数 问题确实是有的 而如果我们直接测试它的品质的话 也可以看到很大的问题 每秒发一个包 进行测试的时候 延迟可以达到16 1600毫秒 然后我又把它设置为 间隔6秒发一个包 整个延迟 同样也是 相当的大 所以我们看它的average 平均的品质啊 可以来到264 而iPhone 16 iPhone 16 Pro Max iPhone Air 他们的品质都是正常的 这个是iPhone Air 平均都在70毫秒左右 71 70 这个样子 无论我们设置为每1秒 还是 把它设置为9秒 或者是6秒 它整个数值啊 都是非常的稳定 基本上可以达到67 70左右 然后这个是iPhone 16 它也是正常的 这间隔1秒 间隔9秒 整个平均值也在70 左右 然后Sanshanfro的7 大概62毫秒 6秒间隔 同样也是 没有任何问题 也都在63毫秒左右 而iPhone 17 标准版平均的延迟在120 这个样子 而间隔1秒的情况下 整个数值会好一点 103 104 这个样子 iPhone 17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但也是 正常情况下的两倍 它基本上就是完全用不了的状态 正常我们玩游戏的话 会感觉延迟度非常的高 但是我在实际玩的时候 还感觉可以 浏览网页看视频没有出现过 怎么这么卡 就是 体感上很明显的这种感受没有 但是我们实际测试的话 确实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就在讲这个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如果是它的基带有问题 因为iPhone 17 Pro系列它都搭载的是 高通的 X80 但是三上的不是这个付入器 三上的 S25 那款手机 它搭载的是同样的 基带也是高通的 X80 是今年2月份上市的 如果真的是这个基带有问题的话 现在都已经10月份了 已经有8个月的时间了 但是没看到S25有相关的问题 报出来 所以我个人感觉 应该不是基带的问题 再有一个可能是它的天线的问题 大家看 这次iPhone 17 Pro系列它采用了 全新的天线的设计 这边 裹着一圈 一直到屏幕边缘 然后这边一个 是不是因为它采用了全新的设计 从而导致它的天线 出现了很大的干扰 被干扰的 强度有点太大了 但是iPhone 17和iPhone 16 采用了相同的设计 整个天线设计也是一毛一样 所以我个人感觉 不是天线的问题 也不是基带的问题 很多朋友可能会说 你这个Air不是没问题吗 Apple 自研自发的基带采用它没有任何问题 你采用了高通的肯定是高通的有问题 但是我后来发现不是 因为我发现这玩意吗 可以通过软件进行修复 修复的方法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首先来测试一下 默认情况下它的品质 我们来测试一下 大家看 一上来就给我来个1300毫秒 延迟度非常的大 OK 我们暂停一下的 我们退出来 第一次来进行设置的时候 我们进入通用 到下边有一个 传输或还原 我们点击还原之后 这边就有一个 还原网络设置 我们先要把这个网络 给它还原一下的 它就会进行重启 重启完了之后 我们再进入设置 再进入 蜂窝网络 我们进入蜂窝数据选项 进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语音和数据默认是自动的5G 它就会自动的选择 选择4G LTE还是5G 但是当我们把它 固定在5G的时候 它整个速度就会上来 另外一个 它的数据模式 默认是标准 是如果我们选择 5G时使用更多的数据 这样的话虽然费一点电 但是我们的数据稳定性会更加的高 在这个状态下 我们再打开我们的测试软件 Look at this Smooth 回归正常了 现在 You see 我们再还原一下 重新设置一下 今天我上午测试的时候 它是 非常的雌黄 为啥 它现在又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为了更加严谨的测试 我把iPhone 17 Pro Max 连接到了MacBook 在MacBook进行了Ping的测试 这里面iPhone 17 Pro Max 设置为自动5G 使用标准数据模式 让它每间隔6秒 设一次包 一共设100次 这样设完100次之后 它的丢包率来到了1% 平均延时是516毫秒 而强制开启5G 并且使用更多的数据 在这个模式下 同样让它每间隔6秒 设一次 一共设了100次 最后 它的丢包率有所提升 提升到了0% 就是完全没有丢包 但是它的平均延时 是576毫秒 之前我在测试的时候 经过这样的设置 iPhone 17 Pro Max 它的平均延迟 可以来到60左右 而我们将数据模式 改成标准之后 它的平均延时 就会瞬间 暴涨到464 但是非常抱歉 当时太激动了 因为这一部分我会持续的进行测试 希望可以找到方法 我跟大家最后再做一下总结 我个人感觉如果我 就非常小心的进行一个 估测的话 感觉还是软件的问题比较大 因为我上午确实恢复了正常的平均 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又变成了这个鸟样 所以我感觉它整个随机性比较大 再有一个 时间间隔长了之后 因为它可能为了省电 它的基带就会进入 休眠的状态 所以我们间隔时间大了之后 它的 整个 平均就会大幅度增长 所以这一部分我个人还是 是比较期待苹果能够把它的 基带的固件进行更新 我们进入通用 关于本集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前的基带 它的固件的版本 苹果定期就会进行更新 而且我看最新的新闻的话苹果好像已经 在进行修复了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可以 期待一下 个人感觉还是它软件的问题比较大一点 总之如果大家有一些相关的消息或者是 修复的方法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研究一下 非常感谢收看